各位,有一個網站 Master-Insign.com 卓健明家的網站 昨天2019年10月25日發表了一篇專欄作家的專欄 就是朱簡寧的專欄 一個題目就是對林鄭不僅有五大訴求還有五大教訓 我想大家都知道五大訴求是什麼 我們不如去看看五大教訓是什麼 有一句我很喜歡他的題目 應該檢討為什麼內地價值觀難贏得人心 這個要檢討 他提出五大教訓 第一,當局無法自由大規模拘捕緊急法 還有事實上的宵禁 晚上10點關閉港鐵來嚇怕市民 無論警方逮捕多少人都不會懼怕 第二個教訓 北京應該停止 因為示威運動指揭 若外國勢力 多數人都知道 這個只不過是不實的宣傳 目的是想轉移人 任何人對抗議真正原因的關注 而示威者也知道 這一場沒有大台的本土起義 所謂外國勢力干擾 哪怕你喜歡這樣說 西方的智能 是道義上支持香港民主 領導人無需責怪外國勢力 而應該問自己 為什麼他們不能夠以內地的風格和價值觀 人得人心 第三個教訓就是 不要等待示威活動逐漸消亡 2014年為期79日的雨傘運動期間 當決用上了法院的禁令 現在卻無法使用 山運和今天的情況本質上是不同的 山運主要是政治改革的訴求為動力 而今天一人對民主的渴望 不僅助長了示威的聲勢 其主旨更加是對抗大陸的專制主義 甚至滲透香港 我們已經看到反對派候選人被取消參選資格 言論自由的新限制 甚至和平示威被警方反對 第四個教訓就是很簡單 我們的官員沒有吸取雨傘運動的教訓 如果他們再犯同樣的錯 希望示威會逐漸平息 或者進一步使用緊急法 賦予權力來結束示威 下一次的競爭將會更加激烈 第五個教訓 人們相信香港的警權那大 幾乎沒有人相信 在尖沙咀清身之外面 使用水炮是偶然的 我的哥哥被水炮噴濕了 我就不是穆斯林 他只是剛巧在那裡經過 但我能夠理解到 穆斯林社區的憤怒 如果一個警察的水炮 向林鄭月娥所述的 教育黨庫發射 化學水劑 身為天主教的教徒 林鄭有什麼感傷呢 OK 五大教訓 其他我都不用讀了 我會把他的折鏈放在我的標訊上 大家可以自己跳去看看 基本上 他的所謂五大教訓 都是教訓 不過可惜 全部方向全部 都調轉錯了 先說第一件 他就說 林鄭政府和北京政府 藉著大規模拘捕 想可以搞定 他認為大規模拘捕是不行的 但我們看看 在香港警察 現在搞了四個半月左右 拘捕了2200多人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西方 他們兩天之間 拘捕了2500人 香港警察是不是真的大規模拘捕 我很相信 香港警察如果真的大規模拘捕的話 這件事早早完了 對不對 因為香港警察太手軟 林鄭政府太手軟 香港一哥太手軟 所以香港警察綁著手 我什麼都做不到 如果是給我做一哥 我一晚就拘捕了2000多人 還有 不准保釋 政府立刻立法 凡是在暴動期間 被拘捕人士不可保釋 政府有足夠的權力立法 我想兩晚三晚 抓他三四千人之後 平息這件事 等大家冷靜下來之後 先再尋求一個 大家冷靜想出來的方案 不是找把刀 放著林鄭的頸上 醫學林鄭做這個做那個 這樣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所以 政府沒有吸收到足夠經驗 應該先清理這次的暴動 第二 有沒有外國勢力影響 你說沒有 我說有 你不用拿證據出來 是我要拿 因為我說有 證據在哪裡 大家上一上去 NED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看看他在 二零 我忘記哪年了 或者大家可能需要多多幾年 看看他們的年報 在香港他所支持的幫會 我叫做幫會 你自己看看 你都可以知道 黎智英 可以 在 美國的 高層官員身邊 說話 你署名 可以在美國高層身邊 說話 為什麼 這是我給你的證據 你自己慢慢解決細節 第三 這個示威會慢慢消除 不會 我也同意 政府應該吸收這個教訓 是他不會慢慢消除 要解決這個問題 當務之急 就是行使緊急法 將香港實施消禁 真的實施消禁之後 那些人晚上不出街 出街的全部都是暴徒 還香港一個 平靜的晚上 特別是禮拜六禮拜 甚至可以整天消禁 然後我們就可以平靜下來 這樣就可以解決問題 我不贊成警察用暴力 但如果是需要的話 用適當暴力 將暴徒全部成之於法 還香港一個平靜 第四 我們香港官員沒有吸收 與散運動的教訓 對 香港現在最吸引要做的就是 強調一國兩制之中的一國 香港是中國的屬地 你喜歡好不喜歡好 香港是中國的屬地 等於我們不能選擇 哪個人生我們一樣 有些東西我們不能選擇 香港是中國的部分 這個不能選擇的 還有 香港大部分的香港人 都是在過去幾十年來到香港的 大約七十年左右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到現在 大部分的香港人 的第一代 都是在大陸走來香港的 當然除了少部分 英國或者其他國家的居民之外 香港九成多的居民 都是和中國大陸有血緣的關係 香港為什麼不是中國的領土 香港是在鴉片戰爭的時候 被人搶走 而香港人的組成 90%都是和中國大陸有直接的血緣關係 我在香港出生 我爸爸我媽媽在大戰之後來到香港生我的 所以我在香港出生 但是我爸爸媽媽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 我想大部分的香港人都和我相似 年輕的那些 好像我的女兒一樣 他們會是第二代的香港人 我也算是第一代 因為我爸爸媽媽是走來香港的 在這種情況下 為什麼香港不是中國一部分 如果中國是中國一部分的話 最重要的就是 認同中國是一部分 認同一國 沒有一國下面是沒有兩制的 先有一國 有了一國之後 才可以說兩制 認同這件事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出 很多外國勢力在香港搞搞共 分化香港人 他們想搞亂香港 他們不想中國強大 我知道很多人相信 中國在很短時期之內 現在中國的共產政權會倒台 這個可以是你的判斷 你認為是這樣 你認為是這樣 沒有問題 你喜歡怎麼想都可以 但是 這些倒中國的所謂預言家 錯完又錯 錯完又錯 錯了七十年了 在中共最需要 最應該倒台的時候 他沒有倒台 現在中國人正在 朝夕勃勃 紅心萬丈 全力支持今天的中國政府 他怎麼會倒台 他不倒台的話 你這個倒住就錯了 如果你不想 輸到混蛋 最好的辦法 買回一注 相反的 對沖一下 想一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怎麼跟中國大陸好好相處 怎麼可以謀取自己最大的福利 最大的權益 而不是 破壞著現在生活著的船 我們同舟共濟 你打爛一隻船 不止你會沉 七百萬人都會沉 第五點 香港警權國大 這樣叫警權國大 你們崇拜過美國 那些警察 平均 每天 殺死三個市民 這三個市民 只是因為他在一個不對的時間 一個不對的地點 他們平均每年 殺死過千個市民 這個平均值 有時多點有時少點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會問有多少警察 需要出庭受審 我不要說被法庭裁判有罪 我就是出庭受審 不夠10% 這個就叫警權國大 警察殺完人之後 連出庭答辯都不需要 這個就叫警權國大 發生在哪裏 發生在你們崇拜的美國那裏 是一年的事 還是一年的事 過去的二十多年 都是這樣 每年千多人 二十年 兩萬多人 你自己想 那些就叫警權國大 香港警察 到目前為止 未曾殺過一個暴徒 這樣叫警權國大 這樣叫警權國大 放眼世界 我們不是說要學美國警察 這樣 但我們不可以有雙重標準 我們也要看現實 現實上 香港警察是不是警權國大 這個很難判斷 所以要拿例子 現在的例子 我剛剛給了你 你可以自己去檢查 我有沒有說錯 可能我說錯三四十 不是一千 看看吧 自己檢查一下 網上很容易賺 我給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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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查一下網站 叫做 Killed By Police Killed By Police Killed 殺死 By 被 Police 被警察殺死 這個網站的名字很容易記 我不知道 我不記得 是.com 是.org 大家上網查一下 Killed By Police 你就可以找到 他有過去幾年的資料 他不是很多 因為他幾年才開始做 做了幾年 不是很多 每一個案例 在他表上的案例 都是有時間地點人物 還有有新聞報告 即是不會假的 香港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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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也有人說 831 在太子站死了一天 我想問 這些死了人的家屬 去了哪裡 為什麼不出來吵 沒有 因為根本沒有這些家屬 這樣就叫警權過大 香港警察沒有暴動之前 他們從來都不需要用任何警權 因為香港的人 和警察融合 沒有人 你做你的事 我做我的事 警察維持香港的秩序 香港是成為世界最安全城市之一 今天 無差別打人的 不是警察 無差別打人的 是蒙著臉 穿著黑衣 戴著頭盔 那些黑衣暴徒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試一下就知道了 你走去警察門口 大聲喊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看有沒有人出來打你 這個試完之後 試另一個 這次你不要穿黑衣 不要戴口罩 站在黑衣 戴著口罩的人 面前說 支持警察 說少一點 你不用說這麼多 四個字夠了 祝你好運 如果你不進醫院 現在我們知道 誰人的權力過大 就是那些 人又多 聲又大 橫向無法無天的暴徒 他們就權力過大了 為什麼一個老香港 朱簡靈 你是一個新名重業員 不肯問良心 照報事實 要寫這些東西出來 你的良心在哪裡 香港人 你們想一想 到底這些人 為甚麼會 掩著自己的良心 這樣寫東西 老葉那天很生氣 我連續罵幾次了 已經 我實在看不過眼 我相信 如果我現在回香港 我可能出不了機場 不要緊 老葉幾十歲了 如果可以這樣 叫醒香港人 我願意給你 我願意給你 但是 你不醒的話 我不值得 你自己想清楚